好,那上午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单向循环链表讲完了,然后最后的时候比较着急带着大家写了一个remove的一个操作用来删除的 那现在呢,咱们再带着看一下这个remove操作到底怎么来写的 看一下remove操作的话是用来删除元素的吧 所以我们应该是为了找到要删除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想要删除的是20 为了找到的他的话,那应该是跟单链表一样,还需要从头去便利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上来的话,首先需要判断的是当前的这个链表是不是围空的 如果围空的话,我整个底下流程是不是都不能去做 所以要判断一下是否围空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开始便利去找那个元素了 那这时候的话,还按照单链表的方式,有一个current指标游标,还有一个print 这两个游标用来做辅助 然后紧接着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便利 那首先在便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看一下,现在是单向循环链表 那这时候他的便利的终止条件应该是哪一方 应该是current.next等于这个self.head吧 跟他进行比较,看一下,只要current.next不是下了点head,那我在里面就要开始往下去走 对吧,往下去走,然后这里面的循环体当中,我们先不去管 那现在想的情况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找到 从头往后走,一直走一直走 到最后都没有找到的时候 当我的current游标位于整个链表的最后一个节点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节点当中的元素有在我的循环体当中被处理过吗 没有吧,这应该是跟之前的 看一下,在便利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道理 我退出循环的时候,最后的那个节点始终是没有被循环体所处理过的 所以,对于我们的删除也是一样的 先不管循环体当中怎么去比较,怎么去删除的 只是看,当我退出循环的时候 当我退出循环的时候,current游标正好在整个链表当中的最尾部 那这个最尾部的话,因为没有在循环体当中去执行过 所以这个节点应该是没有被处理过的吧 所以,我们在逊出循环之后,应该来判断一下 判断的话,那就是这个节点当中 所以,退出循环,我们应该判断一下 循环的这个最后一个游标所处的最后这个节点的元素是否是我要找的 所以,if current element是否是那个item 如果是的情况下 假使说先不去考虑特殊的情况 就考虑有多个节点 假使说是多个节点跑到最后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删除操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游标始终是两个去游动的吧 对吧,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那你想,现在我想要有三个节点 把最后这个节点给它删除掉 那它的操作应该是什么 直接是play的next区域指向头是不是就可以啊 它可以去等于head吧 是不是也可以等于current.next啊 对吧 所以两个方式都可以 看一下play.next等于current.next吧 我在这里面去写的 也就是说这句话完全可以比对成 play.next等于save.next 对吧 然后对于这样的一种 对于这个情况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在于说 如果说整个链表 从头到尾在便利的时候 它实际上只有一个节点 如果说只有一个节点的话 游标一开始是指向第一个节点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看 游标指向之后 那这个时候 在循环判断条件的时候 current.next正好就等于它自身吧 等于自身 是不是整个循环就没有再去做过 没有再做过的话 应该就跳到底下这部分了吧 底下这部分我们又判断了 如果说现在删除的正好是100 那也就说需要把这个节点给删除掉吧 把这个节点给删除掉的话 看一下刚才咱们写的 是不是要写的是一个play.next 那这时候我代表没有游标去移动过 一开始的最初始情况 play是不是等于nanda 对吧 咱们在一开始写的play是等于nanda 那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写的这一句话 是不是不通用了 需要做一下特殊处理吧 判断一下当前的这个游标 是不是没有移动过 他指的就是唯一的那个节点 那怎么来判断 如果指的就是唯一的那个节点 current指的是不是就是head 对吧 所以那在这里面我们去做了 如果current的话 就是等于你跟sav点head的话 那这时候代表的是 链表只有一个节点 对吧 而且我没有去移动过 current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只有这一个节点 我想给它删掉 删掉之后 就意味着我链表变成空铁 空链表了吧 所以head是不是直接指向nanda就可以了 所以下不了head反应nanda 那是关于尾部这部分 那紧接着了 我们就来判断 如果说能够进入到循环体当中 而且在循环体当中 去找到了元素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 紧接着就来看到循环体当中了 先判断一下 如果说找到的元素 它的判断条件应该是 if.element等于atom吧 如果说进入到这个判断条件 意味着说 我在整个从前 从前往后的移动过程当中 是不是碰到了 我要删除的 那个元素的节点 从前往后移动的过程当中 去找到了 那如果说没有进入到这个if 没有进入到这个if条件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应该第一个节点没有找到 carry.element 跟我要找的 比如说现在要删除的是300 它不一样 所以是不是往后移 那所以对于if这个内部 我们先不去管 这个内部先不去管 也就是说如果说等于的话 代表我要删除 不等于我游标是往后移 所以这个移动的过程 跟单点表是一样的 两个游标同时往后移 移的过程应该是 先移pray吧 先移pray 然后再让current 往右移 这样的这样的过程 简洁着我们再往里面去看 需要看的话 如果说找到了这个节点的话 我们怎么删除 找到节点的时候 我们又要来看了 如果说从一开始 列表当中有多个节点 一进入循环的时候 我恰巧找到的 一进入循环的时候 我恰巧找到的这个节点 就是我要删除的 要就是我要删除的 那这时候怎么来处理呢 所以我要判断 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 就应该是 如果current等于sub.head 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进入循环体 游标指向的第一个节点 就是我要删除的吧 那紧接着看一下 目前有三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我要删除掉 那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去做 应该怎么去做 最终达成的效果应该是 这个节点被删除掉了 然后head指向的是第二个节点 对吧 然后尾节点 它的这个next率指向的应该是20 这个东西吧 所以也就是说我要去删除的时候需要 删除的时候 我需要更改一下尾节点的next 欲吧 所以那这样在删除之前 我想先把尾节点找到 因为我要改它的欲 所以这时候我们进来 如果说current等于下不点head 也就意味着说 现在从头节点就找到了 我要删除它 要删除的话 我就意味着需要改变一下尾节点的next 所以我首先需要找到尾节点 那怎么找到尾节点呢 我现在又找到一个新的游标 rear指向尾部 所以这个游标从哪开始去找呢 从头开始去找 最终要把它指向尾部 那我要经过这样的过程 又相当于我们外层的循环一样 从头开始往下去走 所以先有一个rear指向头 指向头的话 经过while循环去往后走 那这个循环的条件 应该跟我外层的循环条件是一样的吧 所以一样 只要判断一下 现在相当于有一个 有一个rear的游标 从头开始去找 然后它的条件也是 当rear所指向的这个节点的next区域 等于head区域 那也就代表我找到了头吧 找到了尾巴 找到尾的情况下 那退出这个循环 退出循环的时刻 rear是正好在尾节点 在尾节点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开始进行操作了 这时候的话 current指向的是第一个节点 要被删除的 rear指向的是最后一个节点 要改变它那个区域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进行操作了 所要操作的话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 先把这个current摘掉 可不可以啊 摘掉的话也就是说 sive.head直接去指向current.next吧 这时候这个节点都被摘掉了 看一下 sive.head等于current.next 然后紧接着我要改的 就是尾节点的next区域吧 然后rear.next 它等于当前head指的 是不是头节点呢 对吧 所以一直指向这个地方 那在头节点当中 去把头节点删除 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有了 如果说你找到的 count不等于sive.head 也就代表的是 不是删除这个尾节点 不是删除头节点吧 应该删除的是中间的这个节点 如果说删除的 看一下 如果此时删除的是中间的这个节点 比如说现在删除的就是20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不需要管尾节点的这个那个区域吧 如果不用管它 那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是单链表的过程 对吧 直接把前面的 也就是说pre指向的区域 指向current的后面这个节点 中间节点就被摘掉了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单链表的这个过程 pre.next等于current.next 那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就是咱们去删除节点的过程 包括从链表的中间删除 链表的头部删除和链表的尾部删除 那这时候这个过程都跟上了吧 好 那说完这个双链表之后 那关于链表咱们要给大家讲的就讲完了 那实际上来说的话 对于链表要扩充的还可以再往上扩充 扩充到哪 我们对于单链表扩充了一个循环吧 那你想双向链表是不是也可以去扩充成循环 对吧 双向链表是不是也可以去扩充到循环 那这个过程就可以留给大家了 双向链表有了 然后单向循环链表也有了 你想我们在学链表的过程当中 代码实际上不是真正你要考虑的东西吧 而是说在整个移动的过程当中 这个链接到底先打断谁 再去建立谁 这个你只要捋清楚了 你想双向链表双向循环链表对你来说 是不是也能显得出来 对吧 所以对于链表来说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点可以扩的 第二点可以扩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链表的情况下 链表保存的只有头节点的这个信息吧 对吧 那你想我们说再去说顺序表的时候 再去给大家讲顺序表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表头信息啊 对吧 描述了整个这个数据结构的一些相关信息 那你想对于链表来说 可不可以做成包含有表头信息的呢 看给大家画的这个单向循环链表这个图 实际上就是一个包含了头节点 或者说叫做表节点 表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单向循环链表 按正常情况下 P指的是链表当中的那个hide指针吧 它应该指向第一个节点吧 但是可以看给大家画的这个图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块啊 这个块就是可以用来存的关于你整个链表的相关信息 包括你链表当中现在已经有哪个节点了 可以存进来吧 你还可以存一些相关的辅助信息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做成的是双向链表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表节点 这个表节点同样可以指一个去指向头 另外一个指向轨 也就是说对于链表来说 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再往上面去扩充了 但是关于基本的东西 大家都已经知道关于链表到底要学的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往下去讲了